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財經即時通 我是靜庭 讓我們歡迎財經專家 Leo 早安 Leo 哈囉 靜庭早 各位全國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好的 Leo 最近好像很難找到第一步起漲的股票 你知道最近有什麼股 這類型的股票嗎 對 因為最近的股票市場 它震盪比較劇烈 那大盤的位階也相對的比較高 那昨天 Leo在做一個股票搜尋的時候 就發現這一檔股票 它有一個異常的現象 那之前我們有提過 我們參考看股票 要參考武力全開 就從5個面向來觀察這檔股票 到底有沒有一個介入的潛力 那我們發現這檔股票 第一我們從技術面去介入的時候 去觀察的時候 發現到它底部出大量 而且底部的量每天都5000張左右 還有甚至於6000張的一個成交量 所以它底部出大量 然後它的位階又相對的比較低 是在底部的起漲 剛剛上來而已 所以像這樣子的標的 它就成為我一個口袋名單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剛剛是日線 這個是周線 從周線的狀態來看 確實也是 它也是底部出大量 只是說周線看起來整個 大盤看起來是有點醜的 為什麼 因為它前面看起來像一座山一樣 它就有一個頭肩頂的形態 左肩右肩還有個頭部 它跌破頭肩頂的頸線之後 往下反彈 不過頸線再往下殺 整理的時間其實沒有很長 但是至少位階是相對便宜的 我們看一下月線 月線來看確實也是 它也是一個相對低位階 然後長線看起來是比較便宜的位置 好 那我們知道在日周月三個角度長 短中長期來看 都是相對便宜的狀態之下 第二個我們會觀察它的籌碼面 從籌碼面看起來 怎麼感覺上手上持股 千張以上的大戶 它的持股是這樣的 不斷的往下做一個遞減 代表說大戶在幹嘛賣股票 那賞戶什麼叫賞戶 就持股100張以下 我們叫賞戶 賞戶它手上持股 是逐漸的在往上做一個遞增的狀態 可是這支股票 我們看到最右邊的藍色小框框裡面 它的剛剛起漲之前 起漲前還沒正式起漲之前 我們看到千張大戶 它的籌碼感覺上是有小幅度的一個增加 反而是下面的散戶 它的籌碼是小幅度的一個減少 就代表說 大戶是在這個地方有小幅做一個加碼 不過散戶 它持有張股票 它的籌碼還是比較多的 那目前還高達65%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接下來我們是要看它的新聞面 到底這支股票現在有什麼新的消息 結果我們發現到3月29號的時候 這張股票它有面臨被檢調搜索的一個訊息 那 它的訊息是說 它之前涉嫌 2014年的時候涉嫌跟這家全網通公司 涉嫌有虛偽的一個假帳 那有財報不死的狀況 但是怎麼會在今年才啟動一個搜索跟調查呢 這也是蠻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重點是這個訊息是3月29號 調查之後 股價沒什麼動 它也沒什麼跌 最近才開始大漲噴出 而且它的成交量也是跟著做放大的動作 好 那我們再下來看一下 另外一則訊息是董監持股不足 為什麼 這家公司老闆還有董事監察都把股票賣光了 所以交易所它有發出公告 交易所會定時發出公告 就公告說哪些公司董監持股不足 你身為公司的經營者董監持股不足 你當然要把你手上的持股補足 不然我們會合理懷疑 你是不是就是公司股票賣光了 股價可能是要淘口公司 或是股價就會崩盤 所以這家公司它持股不足 這個就讓我們有點想到 它是不是不要這家公司的感覺是好像有點可怕 狂慌 對 那我們再看一下 從這個產業面 產業力的這個消息 產業面來看的話 這家公司在做什麼的 做遙控器 做這個插頭 做連接器 其實這個在電子業裡面 其實技術門檻不是很高 其實就是一家算是電子業裡面的傳統產業 那我們來看一下 財務面方面 這家公司一個月的營收 三月份營收79.8萬 這什麼概念 很可怕 一個月公司做79.8萬業績 隨便一家7 一個月營業可能都不止79.8萬 它是上市貴公司 怎麼這樣子 而且它營收是最近5年來新低 這代表這家公司根本就沒在做生意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但是我觀察到這家公司有個特別的地方 它是一個很乾淨的公司 怎麼說呢 它賬上現金還有1.75億 那流動比率是1513% 什麼叫流動比率 流動比率就是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叫流動比率 這代表這家公司的流動資產是很高的 那速動比率什麼 速動比率就是流動資產 減掉重貨 再扣再除以這個流動負債 那你扣掉重貨之後 其實它只從1513降到1505 代表說公司的重貨很少 公司也沒什麼重貨 所以不用擔心 負債比率只有3.83 這家公司沒什麼負債 帳上現金又多 它真的是非常乾淨一家公司 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做一個總結 技術面上 它是底部出大量 再來重碼面上 內部人股票幾乎出光了 消息面上就是它被搜索 但搜索之後股價是漲的 再來產業面上 它技術門檻低 它只是一個做遙控器 做插頭的公司 那財務面上 公司現金非常的多 那負債比率幾低 像這樣子一個公司 要嘛大好 要嘛大壞 但是這樣子公司 你有合理的懷疑 有可能 它有機會成為一家被借殼上市的公司 所以我們重點關注 接下來用每個月的10號 會公布上個月營收碼 所以接下來我們每個月 4月5月6月7月 我們就觀察 它營收有沒有突然暴增 所以就代表說這家公司 可能是有借殼上市的一個機會 但是我們今天推薦這檔標的 只是說提供給各位一個教學的範例 而不是要各位去買這樣子的個股 那後續我們會在群組裡面 持續的幫各位追蹤 這檔股票的一個後續 以上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更多最新消息 可以記得鎖定Leo的Lineat 財經即時送下一次見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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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